如意传剧情渐入佳境 过了之后补拍的一二集之后 演员之间标记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霍建华的演技真的是没话说 谁还要说他是面摊 小编第一个不答应 下面小编就以两次痛失埃子为例 让大家看一下霍建华的演技和演技 第一次是玫瑰人生下一个畸形拍 刚生下来就死掉了 霍建华是演皇上的霍建华听到之后 一脸不可思议 霍建华听到大家不让他看死胎 皇上有些生气 又有些莫名其妙 霍建华看到孩子身形有意识 他的表现是有些害怕的 诚然皇帝见多识广 但是自己的孩子是个怪胎 而且亲眼看到 皇上还是有些害怕的 霍建华之后 他就无力的坐到凳子上 要人扶着才不至于摔倒 霍建华此时的皇上冷静下来 接受了这个现实 霍建华的眼中已经有了悲伤的情绪 霍建华最后 霍建华陷入了更悲伤的情绪中 但为了顾及自己的帝王的尊严 他掩盖住自己的眼睛 不让别人看到他眼里的悲伤和眼泪 霍建华这段表现层次分明 而且眼神和动作相当的外 你敢说他没有演技 那你告诉小编 演技到底是什么 而一贵人失出孩子的这段戏 霍建华和周迅标记的这段 小编可以吹爆 看起来真的是太过瘾了 周迅周迅饰演的如意 在得知一贵人 把孩子保不住的时候 慌乱和惊吓中走出一贵人的房间 一回头就看到霍建华饰演 的皇上独自一个人站在院子中间 霍建华不得不说 这一段的镜头切换 真的是相当的外 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 此时独自站在院子里 显得那么孤独和无力 此时 他不再是全清天下的帝王 而仅仅是一个失去了孩子的父亲 他无助 他孤独 他茫然 他不知所措 霍建华镜头拉近 霍建华眼睛里的情绪表现得相当的外 霍建华看视频的时候 小编都快哭了好吗 皇上自言自语的念着台词 为什么真的孩子又没了 他是在问别人 也像是在问他自己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王 在这一刻 拥有这个无上权利的他 保不住自己的孩子 霍建华他喃喃自语 是说给自己听的 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一个孩子都活不了 霍建华他生起了一股无力感 站不住 需要凳子来支撑他沉重身体 霍建华他听不到如意 安慰他的话 独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怀疑是上天在惩罚自己 然后开始自责 陷入了极度的失望和悲伤之中 霍建华这段 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演技了 层次分明 肢体和眼睛里的情绪表达 真的是没得挑 可以吹抱好吗 难怪霍建华在鲁玉纽约中说演这部戏的时候他一度陷入剧情中无法自拔 这扎扎实实的演技和表现 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 可以说 霍建华在如意传中 贡献了他迄今为止最好的演技 这个皇上 有点厉害啊 这种女人感动 最好的事